但是我們看到了中國有它自己內部的問題要處理 那往外呢是不是越來越強硬 你看到它在海上海警的一個指法 於是乎我們要帶您來看到 現在美台之間的合作越來越緊密了 一些最新的消息我們來好好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要帶您來看到 要怎麼樣幫助台灣抵抗解放軍呢 美國的動作是綠扁帽 哎呀這個是他們一次很厲害的特種部隊 常駐台灣 哇這中國很神奇喔 常駐台灣不說 而且他要幫忙訓練我們台灣的特種部隊 另外一個 這也是以前美國沒有好好做的 以前美國嘴巴說說 我會幫你這個幫你那個幫你訓練這個 然後給你一些武器軍援你賣給你 現在他直接來幫台灣好好檢查一下 你說一檢查不得了 一檢查發現美國說你這都沒有做好 你這個是打仗的一個腦袋心臟 我們來看到橫山指揮所 美軍進去了用精密的儀器一查說 不行啦 你這個入境出口防暴不行啊 你裡面在兼顧 外面出入口一炸 你不就在裡頭亡充作憋啊 所以你看美軍進了橫山指揮所 軍方暱稱叫山洞 一檢查發現 哇好多漏洞 所以他說你這個要檢查 這個要重新蓋 那個要怎麼樣更新 趕快給建議 然後有人這麼一說 這會是我們的賴總統上任之後收到的第一份軍事的機密報告 這一切看起來 哇這個美軍這一回好像來真的要砰住台灣協防解放軍了是不是 對這很難想像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現在美國的各個軍種的特種部隊其實都來幫台灣來進行所謂的常態性的訓練了 那也就是說像這個綠扁帽他是屬於陸軍的 所以幫忙陸軍的特種部隊 有海軍的海軍特種部隊 還有他們的海豹部隊也都在我們的澎湖 或者說金門馬祖 甚至在台灣的本島 上面來講的話 只要有特種部隊他就這個手把手的來教你 到底真實的戰場狀態是怎麼樣 畢竟來講美軍來講的話打過很多場戰爭 他知道那個戰場的到底 比如說你要爆破 你丟炸彈進去丟煙霧彈進去之後 你大概要等幾秒你才能夠衝進去 不然你會被裡面的敵軍掃射 要交到這麼細節 要交到那麼細要算幾秒 那這種東西來講就要有實戰經驗才有辦法教你的 那台灣來講的話長期因為沒有實戰經驗的情況下 所以有很多特種部隊即便訓練是有數 但是呢在真實的戰場上面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包含特種部隊這個綠扁帽 都來幫我們陸軍訓練 當然在北部的很多營區 我不能講哪些營區啊 都有註點在裡面 而且已經直接註點在裡面 註點在裡面了 所以他們會來幾個人種子教官 還是好幾個 我們蔡英文總統曾經證實過有11個 但是這11個是前期的 但是後面來講的話 陸陸續續在2023、2024的國防授權法來講的話 美軍會更多人到台灣來 而不是只有 現在這個綠扁帽就直接就來了 對 將近我評估可能至少應該有200個以上左右 那這些來講就是幫我們的所謂的部隊來講來訓練 那接下來講到這個橫山指揮所 橫山指揮所跟圓山指揮所 我都我都曾經在裡面工作過 那因為你知道這個兩個就是在圓山飯店的 這個我們知道在那個碧海山莊也好 或者是在這個我們講說央廣啊 或者什麼後面呢 就是說圓山後面那幾座山 就是國防部後面那幾座山啊 其實我們挖了洞 1978年的時候當時挖了橫山指揮所 但是美軍現在來測試啊 就說發現說 你們洞口來講的話 只能承受500磅的這種炸彈 能夠用特殊水泥啊 能夠把它強化到 可以這個承受1萬 1萬磅的這個相關的 這是美軍第一次好好幫我們檢查耶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美國第一次進到我們圓山指揮所 橫山指揮所 就是說AIT的人啊 事實上是我們又騙進去了 我們是在2007年2008年的時候 把他騙進去 因為我們騙進去幹嘛 你把人家拍起來 把他騙進去 那講說你來看看嘛 怎麼樣這樣 事實上讓美軍那時候不太理我們 但是後來不對啊 現在他們發現到說 台灣的國防東西應該是要幫我們檢測一下 到底到底好或不好啊 所以現在我真的難想想 曾經哥你先說什麼 把他騙進去之後就叫你看 十幾年前我們都騙他進去了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變成他主動來跟我們講的 這就完全是不一樣哦 你知道到橫山指揮所裡面 你要坐那種高爾夫球車 才能夠老 因為太大了 太深了對不對 太大了 而且他後面又有一個 這個聯繫管道可以跟圓山指揮所 那我們那時候為什麼會有圓山指揮所 其實是因為大家想說 打戰的時候 你現在將軍們軍人們 都可以躲到橫山指揮所去 看那個戰情狀況 然後怎麼下指揮 那總統呢 各部會部長呢 教育部長跑去哪裡 對 文化部長跑去哪裡 家裡 所以 不是家裡 家裡一定被炸死 所以全部都集中到圓山指揮所去 然後做一個國軍政經兵推 所以我們在那邊 自從2005年左右就開始 整修那個地方 然後裡面用日系的冷氣機 不是用中國大陸做的東西 裡面到底長怎樣 很舒服嗎 裡面很舒服 那個電腦系統都可以這樣 垂直起降的那種 真的哦 反正做得非常精細 是像戰電那樣子嗎 當然沒有辦法睡覺 那個全部24小時都在做演習 做演練的 然後每個部會都有一間一間一間的房間 然後在總統的夏立密密的地方 也有一個大的地方 大會議室這樣 對對對 以前來講的話是很很小的一個地方 所以後來整個全部都改變掉 那提問哥他這次美軍來幫我們檢查 他到底檢查出哪些問題啊 因為你剛剛講到的 我們這個圓山指揮所 現在最近就之前整修 那橫山指揮所 其實那個都已經是老早老早蓋的 到現在好久了 橫山在一九七八年的時候弄的 然後圓山的話 是在二零零五年左右整修 那其實都已經二十年了 基本上就是至少二三十年以上的一個歷史 那你知道橫山指揮所 他就說洞口來講 會被他炸掉 你不是所有人都被關在裡面 就像墓地一樣啊 被鎖在裡面啊 即便裡面有維生系統的用水 用電還有等於可以撐很久 還有糧食可以撐很久 但是問題是這不是辦法啊 你這些將軍來講的話 你就是等於是被什麼 是臥中捉鱉的概念 所以他要求你的洞口裡面 因為裡面可以承受兩萬噸的 外面來講兩萬噸的核彈的風炸 外面來講的話 你要強化你的一個 還有你的入口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而已 當然我也不能說入口還有哪些 你不要說出來 對對對 否則的話共軍就會知道 但是就是說 至少在很多的這個內部來講 很多系統的檢測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不是只有看我們橫山指揮所 他跑去我們六軍團 因為北部軍團六軍團嘛 還有蘇澳的基隆的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的國防部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單位叫電展室 這個電展室 他總部在林口 還有在很多其他地方 那他認為說 你這些地方來講 有可能會在第一級的時候 被共軍轟炸掉 所以像這種通訊 知道說中共哪些潛艇 飛機啊 飛彈啊 要怎麼飛的這些所謂的電展室 因為他收集很多 來自不同地方的一個情報系統 然後會進入到橫山指揮所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就被炸掉了 你怎麼進合三指揮所呢 對不對 所以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要有一個移動式的 或者是有找一些有炎體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包含我們的支通 支通電等等這些地方 必須要能夠有所謂的 承受第一級的能量 也就是說 廷衛哥現在美軍是來到台灣 不只是綠扁帽 幫我們訓練各個各個特種部隊 他整體的幫我們來檢查一下 整個台灣的一個國防系統 怎麼樣對抗解放軍 他細到連你的東西放在哪邊 都在幫我們做建議 是的沒有錯 所以而且他還會混進去 比如說用爆 就是說假裝演習 秘密課這樣子 對對對 來知道說你到底你平常時間 有沒有那種所謂的意識 就是所謂的防護的意識存在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比如說 我們常常演習說 你就貼個東西啊 核電廠就被爆炸掉了 這種 就是說你美軍已經做到 那麼細的地步 其實最主要 無非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提升台灣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應戰能量 那應戰能量如果提升來講的話 至少承受得住來講 我們最近不是看到CSIS 公佈了他那個演習報告嗎 演習報告當中 至少是撐住三個禮拜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單位 沒辦法撐住三個禮拜 你一個禮拜就被他幹掉的話 不好意思 你連反攻的機會都沒有